伊朗女权运动人士穆罕马迪获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 仍然深陷淋雨的她曾揭露女育友惨遭毒打 受害者从未成年少女到70岁妇人都有 直指伊朗政府有系统的虐待女性 呼吁各界一同阻止伊朗政府的暴行 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有长期致力于女性权益 人权运动言论自由工作的伊朗记者穆罕马迪获得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赖斯安德森 在揭晓得主的第一句话时 一反常态地用波斯语说出女人生命自由 这是伊朗女性争取权力运动表达团结的口号 长期与穆罕马迪有合作关系的瑞典笔会 在得知穆罕马迪获奖后 在脸书官方的账号上重新发表 穆罕马迪在今年8月从伊朗首都德克兰的伊文监狱 寄出的一封信 并希望他能即刻获释 穆罕马迪在信中写道 他在狱中目击许多伊朗政府 针对女性抗议者做出非常残忍 令人震惊的肢体暴行 希望透过信件表达忧心 并呼吁国际各界能够共同努力 阻止伊朗政府针对国内女性的暴力持续恶化 他呼请国际各界 无论是勇敢的个人、人权组织、女性组织或女权团体 从记者、作家到联合国特别研究员一起努力 阻止伊朗政府继续针对女性抗议者施暴 穆罕马迪说伊朗政府应该了解 增加暴力以及压抑女性 并不会降低人们向往改变宗教领政的体制 暴力只会让人们没有其他选择继续抗争 伊文监狱是伊朗政府用来监禁政治犯的监狱 长期受到西方人权团体的抨击 美国2018年以严重侵犯人权为由将它列入黑名单 瑞典媒体分析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可能为穆罕马迪带来益处 但也有可能让他在狱中的处境更加艰难 必须持续的追踪关心 感谢观看